你说的是真的,陈错说的也是真的,那问题出现在哪里呢?段朝文一听,楚丹哥这么说,心中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这一关算是过了。那会不会是杨琪身上有问题呢?陈错传来信,说杨琪想要戴罪立功,甚至还想加入到六扇门,这是你怎么看? 这,段朝文有些迟疑了,毕竟他是知道杨琪涉及到网声教,贸然将他骑收到六扇门中,恐怕不合规矩。突然,段朝文灵光一闪。这种事情楚丹哥自己决定就好,怎么会和他商量呢?现在无非是在考验自己。 想明白了其中的关爱,段朝文,郑重地对楚丹哥说道,大人,我认为可以将杨琪收进来。 哦,楚丹哥搓了搓手上的颁纸,理由?现在,既然知道杨琪可能有问题,那就更应该把他放在六扇门眼皮子底下看着。 你就不怕这杨琪会是网声教的云业吗?不怕,我六扇门何时担心过这种跳梁小丑? 楚丹哥满意地点了点头,从明天起,你就是仁部的总管了。 谢大人,段朝文大喜过望。 六扇门除了四位金牌神部之外,还有天地人三位总管。 其中仁部主要负责新晋人员的考察,分配职责,这其中的权力很大,所以段朝文才会如此激动。 你负责派人传信,即刻起杨琪就是六扇门的铁牌捕头,先让他陪着陈错一起将毕天良送到黑石城。 在家派人手,将杨琪从小到大的所有信息全都收集起来,一丝一毫都不能放过。 是,大人。 看着段朝文离去的背影,楚丹哥起身来到窗前,将那一盆被阳光直射的兰花搬到屋内阴凉处,只有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才能凸显自身的最大价值。 幽州城 长风标局一行人正在和杨琪等人告别。 陈大人,多谢这段时间的照顾。 客气,这一路跟你们一起,我们也是占了便宜的。 不敢这么说,能与陈大人同行,是我们的荣幸。 申大叔,后会有期。 小琪呀,黑石城苦冷,要照顾好自己。 弟兄弟,好好保重呀。 申老哥再见。 陈大叔再见。 再见,照顾好自己。 别看和长风标局的人相处时间不长,不过杨琪倒是对他们的离去很是不舍。 行了,咱们也该走了。 陈措说道。 杨琪闷闷不乐地跟上囚车。 嘿嘿,没看出来你小子还挺重情义的呀。 碧天良笑着说道。 哼,谁像你一样? 爱,终究是个孩子。 爱,到底是个银贼。 你,碧天良对着杨琪怒目而逝。 自打杨琪知道了碧天良被六扇门抓到的原因,这一路上就一直称呼其为银贼。 气得碧天良恼怒不已,可又打不过杨琪。 只能用愤怒的眼神狠狠地盯着对方。 这时陈措突然停下了脚步,转过头说道, 你们先去客栈中等我,我去去就回。 说完便转身快速离去。 你说他这是干什么去了? 碧天良又舔着脸凑到杨琪身边。 闻到碧天良身上难闻的味道,杨琪往后退了一步, 你身上怎么总有股奇怪的味道呀? 这就是男人味? 那请你离我远一点。 你这个小屁孩什么都不懂,这股味道才是最吸引女人的。 杨琪,不信拉倒, 碧天良撇了撇嘴,我猜这老小子肯定去青楼了。 此话一出,就连一直沉默寡言的马夫都扭头看了碧天良一眼。 心想,你小子是真敢说呀? 你怎么知道? 杨琪看热闹不嫌是大,立马接话。 那还用说,我这么多年混江湖的经验, 一看就知道他憋了这么久,肯定是憋不住了。 碧天良信誓淡淡地说着。 杨琪听到这话挑了挑眉毛,没有继续接话。 碧天良却继续在一旁喋喋不休。 此时这杨琪三人身后,正有一人躲在暗处偷偷盯着几人。 正是一路追过来的唐玉娇。 原来在将银簪遗事后,他冒着被抓的风险原路返回, 可是全都找遍了却,没有找到。 这不禁让他怀疑是被别人捡去了。 思来想去,唐玉娇怀疑银簪是被和他交手的杨琪捡走的, 所以这才一路追来。 可由于陈错始终待在一旁,让他没有下手的机会。 眼下正是一个天赐良机。 打定主意的唐玉娇跟着杨琪等人来到一处客栈中。 几位客官是打监还是住店? 店小二见有客人来,急忙跑过来招呼。 先吃饭,后住店。 杨琪直接开口说道。 好嘞,店小二将三人引到一张桌子前。 几位吃点什么? 好酒好菜的都上来。 杨琪豪气地说道。 马夫又扭头看了一眼杨琪。 这没有陈错管着,你俩可算是放飞自我了呀。 不过他也没有吱声,依旧是沉默不语。 唐玉娇此时也已经走进客栈,在离杨琪三人稍远的桌子边坐下。 由于唐玉娇打算色诱杨琪,所以把自己恢复了本来的容貌。 可他忽略了自己身处的环境。 幽州城地处北方,干旱少雨,民风飙汗。 此时,一名明显带有水箱婉约气质的女子一经出现,立马吸引了大量行人的注意。 这其中也招来了一些地痞无赖。 早在唐玉娇出现在幽州城的那一刻,就已经被人盯上,并一路尾随到客栈,同时将消息传递出去。 哪呢?人在哪里? 唐玉娇刚刚刚落座,这时便听到一道喧哗声传来。 一名身穿紧袍的年轻男子领着几个随从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庆少,人在哪呢?男子身边一个小丝指向唐玉娇。 殿小二见状急忙跑了过来。 庆少,欢迎光临,您要吃点什么? 滚开。 被称为庆少的男子一把将殿小二推开,笑嘻嘻地来到唐玉娇桌前。 这位小娘子之前没见过呀,刚刚来幽州城吗? 唐玉娇此刻满脸黑线。 而当庆少开口说话时,杨齐三人好奇地朝着这边望了一眼。 多亏之前是易容成雕师的模样,否则这一下就露线了。 若是我武功未施,肯定好好教训这样的灯徒子。 碧天良狠狠地说道, 你个银贼,还好意思说人家是灯徒子? 我都说一百遍了,我不是银贼。 碧天良再次强调。 就在这时,唐玉娇那桌突然传来一声尖叫。 赚了 ! 来!